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没有足够的想象力 第四 你现在如果还是一个在学的学生 或者你正在工作 你所学的东西跟未来这样一个世界 它的关联性是什么 你所学的东西是不是还有它足够的意义 你来得及重新学习吗 那么另外呢 我们特别专访了前任的主任 在一百多位的科学家里头 只有一位华裔 他就是舒维都 那么舒维都呢 担任C-CEL中心主任的时刻 他最大的一个创举 把一个19岁的哲纸天才 聘任为他们来教书的教授 他就说这个人 他比学生还要年轻 他什么学位都没有 那我就敢聘请他 那我问他是不是 为什么台湾做不到呢 他说因为台湾一旦聘请进来 你要请他离开 就很困难 而在MRT的话 我可以尝试 然后我可以有淘汰制度 那么他谈到了一个 你希望建立一个天才的基地 你要如何的开放 可能要有你的淘汰制度 而且对各国国籍的人 通通都开放 那么另外就是寻找 要out of box 跳出框架思考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舒维都的采访 美国麻州建桥市 这栋深具科技感与未来感 线条歪歪扭扭的建筑 正是麻省理工学院 明文侠尔的电脑科学 与人工智慧实验室 C-Cell所在地 建筑鬼才法兰克盖瑞的设计 颠覆一般建筑 循规盗矩的线条 也正呼应着 这间实验室的终极本质 不拘泥常规 跳出框框 如果中国人讲是怪人 可是对我们来讲 是unusual is good 不是怪 MIT早已是 尖端科技的代名词 C-Cell更成为引领全球电脑科技 与人工智慧的研究重症 MIT电脑科学教首师维都 接受文献世界周报的专访 为我们分析 可以MIT卓越不凡 在这个学校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看看人 有没有这个美国人说是 think outside the box 假设在这个盒子里面想的 跟大家一样 这个是false democracy 如果你真的要天才 真的要好的教授 好的学生的话 第一点就是要看 他能不能够有灵活 而且有creativity 舒维都是C-Cell第一位华裔主任 也是目前C-Cell一百多位教授中 唯一的华裔 他的专长领域是电脑科学 在语音辨识与人机界面上的技术 尤其受到肯定 早年曾在台湾受过教育 在邵氏电影担任厂长的父亲坚持下 来到美国念大学 这一个决定铺陈了他半辈子的人生 从小不甘被拘泥在框架中的他 来到这个追求卓越的殿堂 如鱼得水 我记得我在上海 不是在香港 高中毕业之后呢 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到台大去读书 三个乔生 然后才能够 也许再出国 可是我父亲坚持 我一定要到美国来 当时也没想到会到MIT的地方 主要是来这儿读书 没想到是等一半的我的生命 并都是在MIT MIT具有强大的研发能量 主要当然来自积极人才 吸纳人才 MIT自有一套心法 他很重要的一个看法 就是meritocracy meritocracy就是说 看看各个人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能力怎么样 他做的事情怎么样做得好 and that's very important 在退国一步来讲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creativity innovation 这种东西 无论是林选教授或学生 重点不是看他或他 写了多少篇论文 而是要看灵活度与影响力 谈起MIT的怪才 舒维都如鼠家珍 其中创下MIT 创校150多年来 最年轻教授记录的迪曼音 正是舒维都担任C-SEL主任时 大胆聘雇的 我一上任的时候 第一年做主任的时候 我们请了一个将手 他的名字叫Eric May 他那时候19岁 没有上过这个正式的学校 从大学到PAC 到处混混混混混到后来 得到了一点 而且他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折子 OK 可是呢 他就是用这个 competitional geometry 计算几何 他所以折出来的东西呢 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么complicate 我们看了他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人是特别 unusual 当时也是 你必须要取决定 非常要冒险 因为你用 standard的课程去选来的人呢 就是standard的人 就是boxy 对 对 ordinary people extraordinary people的话呢 就完全不同 这就是4x4的确认 换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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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到它 然后它是包裂 从一块的线 就在一块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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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能会 你能够重新的 你 如同学术研究班 不诱线于一般标准 书维度用人也突破传统框架 结果是大成功 德曼英被公认是天才中的天才 他运用数学及物理原理 针对不同材料进行折叠的运算 凡不美丽 更深具使用价值 所以你说他来了 结果不得了 他上课的时候比学生还年轻 对不对 19岁 他们吃完饭以后 就是晚上吃完饭 要去喝酒 他还不能喝 可是他做的东西 computation 那时候我们是觉得 他学问做的好 可是后来他做出来的东西 不得了啊 因为他现在公司 那个美国汽车公司 都是来找他 怎么样子能够把那个 Airbag折起来 永远每一次都可以打得开 对不对 太空NASA 找他把要将来 Space Station的东西 拿出了那个Space以后 打开来的时候 You only get one chance 对不对 那么他现在呢 他做这个Biology 是做Protein Folding 这一方面 那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呢 有没有想到 他会有这样子的天才 他现在是Full Professor 30出头 舒维都也不忘提醒我们 发明全球资讯网 Triple W 以及人类第一个浏览器的 伯纳斯里 目前也是C-Cell的全职教授 曾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 风云人物的伯纳斯里 专业甚至不是电脑科学 而是物理学 而且只拥有学士学位 那个时候在物理实验室里面的时候 他觉得好像大家做的事情 都是分开的 没有办法share information 他就写了一个东西 让大家能够share information 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第一个 Web the inventor就是他 舒维都说 他最大的责任 是物色到人才后 在创造一个能让他们 各展常才的创意环境 除了脑袋活跳跳 不拘腻于僵固思维的研究人员 这里的硬体环境 也营造一种开放的气氛 鼓励大家随时交流切磋 设计C-Cell所在的史塔特中心之前 建筑师法兰克·盖瑞 先观察这里的节奏与步调 一两个月 汇出一栋反映出C-Cell实验室 主要精神的建筑 你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地方是好几个C 像那种C 往外的每个人的office都有 我可以看得到外面 可是往内的时候 都有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meet 所以你想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很容易就跑到外面 可是你真的要想 思想一下的话 你可以retreat 还有就是用这个glass 多得不得了 他的sight line 一看 看着他三楼 这样子看下去 也是 就是他注意到我们的生活 是这个样子 你需要一些室内的时间 你需要很多的训练 所以无论是教职 或是原用餐区或是一楼的学生街 常可以见到群聚的教授 研究员或学生 热烈的交头接耳 书维都解释 这里容纳了非常多的集会地点 也欢迎别的戏所 别的学院一起加入 此外只要人在里面 办公室是不关闭的 开放的心态也反映在校方对研究人员的创业上 C-Cell前身人工智慧实验室的主任布鲁克斯 也是书维都口中另一个怪材 来自澳洲的布鲁克斯 这是能见人所不能见 甚至颠覆一般机器人开发者的想法 以前大家的想法就是说 一个动物或者一个昆虫 动的话 哪一个脚往前 哪一个脚往后 这个都是完全是 completely programmed by他们的头脑 他的想法就是完全不同 他说一个动物要survive 他可以做locomotion的话 只有大概三五个principle Evation Go forward Go home 这种各种不同 simple goals 然后他把他的这套理论 就跟大家的以前做robotics 完全不一样 那他想法不同 可是他成功了 你想他的vacuum cleaner 做出来的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看法 就是大家一条路走的 有的人就是会think different 往一个茶路走 他就这样 布鲁克斯一路从教授 系主任 Z-Cell实验室主任 接着一连创办两家公司 iRobot和Resync Robotics 扫地机器人Roomba 在全球已售出 超过1400万台 也已在NASDAQ上市 市值超过10亿美元 舒威德校说 有能力从教书研究 还可以开公司 进而成功 这样的人不多 真有这个能力 一定要鼓励他 你看Stanford跟MIT的制度 跟台湾的制度 你就会发现简直是天际之分 看法 我们这里如果一个教授 有好主意 他要出去开一个公司的话 不管是Stanford MIT Berkeley这种好学校 去去去 我们帮你忙 对不对 因为你的对社会的 这个contribution 不是指在学校 这一段时间有 你要教人家 怎么样能够innovation 怎么样能够有 从innovation 做成business 我在台湾的常常发现 有些教授 我们开的公司 好像还觉得 这个学者 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还要把它瞒 这不是我开的 是我的学生开的 谈起这些怪节 自己入选为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的 舒维都 余有容焉 身为电脑语音技术 与人机界面研究的先锋 分析起相关发展 他说最近十年改变非常大 但仍带克服的挑战 也相当艰巨 人机界面用语音 是skin deep 真的要做成 这样子的机器人的话 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想想看 天天假如是 你在家里面有个servant 你要跟他讲话的话 不是一句就解释完了 对不对 你总是要来回的讲两三次 现在没有robot可以做这些事情 所以 也不该可能有一个电脑 你刚才说 sit down 像狗一样 他就坐下 对 都还差一样 他们的thinking 各方面能力都还差得非常 网络的革命性发展 使得电脑科学 资讯工程变成超级显学 数位都探到 这几年申请入学的学生之多 简直到了离谱的地步 但每年有机会碰到新的天才 也是在这里工作生活最大的乐趣 我记得我刚开始做教授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Senior Professor 他告诉我 他说你在MIT教授的时候 教授的时候 你每一次进去教室 开学的时候 都是会战战几几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 在这些学生里 至少有一个比你聪明 这样子的话 你只是你能教他是因为你年纪 天才与跳脱框架的思考 带来活水 C-Cell实验室 创意因而不绝如履 不间断的为人类 剥划科技原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